這次的影片主要是跟大家示範一個有修容效果的胭脂化法 以及一個秋冬的茶唇膏小貼士 首先我們做了修容 先拿一支赤角的胭脂掃或者陰影掃出來 同時就準備你的陰影粉 又或者類似陰影粉顏色的胭脂粉 即是偏啡色淡啤色的胭脂粉都可以 先拿出這個顏色 然後就在我們的耳朵頂這個位置 向我們的唇角這個位置 這條大斜線微微向下掃一掃 掃好的位置其實就不需要太長的 釀膜這樣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這裡釀膜是三吋左右的釀膜 上完之後如果你看到自己瘦了一點 就已經可以停手了 就不需要太深色的 這個修容方法其實是適合所有人用的 特別是拳骨比較高的女生 或者可能包包面的女生就會很適合用 上完之後我們就會拿出一支胭脂掃出來 然後拿出你自己喜歡的胭脂顏色 如果你不想妝太濃的話 最多就拿出一些比較淡色的胭脂 尤其是秋冬 我們的眼妝可能都會比較深色一點 所以胭脂我們就盡量選一偏淡一點的顏色 我們上的時候 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上妝方法 就會是這樣的 先把你的胭脂掃打橫向後掃一掃 打橫向後掃一掃 這個位置釀膜是這麼多左右的 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微微45度角 向下再掃一掃 好 這個是一個比較自然的胭脂想法 適合所有年紀和所有棉型的人去用的 好了 這個方法其實很簡單 所以大家在家的時候都可以試一試 胭脂會微微搭著我們剛才的陰影顏色 所以我們的胭脂也會變了有一個雙色的效果 而且又多了一個層次了 好了 然後呢 嘴唇呢 在秋冬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唇形修飾那裡 先用了一些liquid concealer 就印一印手背 然後呢 我就會把那個concealer呢 就印在我的唇邊 一些比較暗啞的位置裡 又或者有些偏大的女生呢 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好了 上完之後呢 就不用特別用乾粉去跟她定妝的了 那因為呢 通常我們這些位置呢 是比較偏乾的 那所以呢 就秋冬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特別再定妝的了 上了之後呢 就可以拿一個唇膏出來 就塗上了 不過上了唇膏的時候呢 之前我都提過大家 就盡量不要這樣打橫上了 因為打橫上呢 就會令到我們的唇 就更加容易脫皮 肝紋會更加燃 所以呢 就打橫上 好像我現在這樣 打橫上 好了 然後呢 再用你的手指呢 去把它印開 或者是推均勻 那這個上唇妝的方法呢 就會再比較 在秋冬的時候 貼唇一點的 好了 上完之後呢 其實就分享了我們的小提示 那也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在化妝的時候 選擇化妝品呢 當你選到一些 光致不好的化妝品的時候呢 其實呢 都會挺影響我們的膚質的 尤其是呢 就是一些的胭脂的product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呢 是我們的臉 毛孔最大的地方來的 那如果你用了一些 Quality不好的胭脂粉呢 它就會令到你的毛孔呢 越變就越嚴 乾紋就越來越多 甚至乎呢 會令到色素沉澱 跟著你的色斑 或者塑斑 就越來越明顯的 這樣了 好 比如一些Quality不好的唇膏 或者是lip gloss 它也都會令到你的嘴 的色素沉澱 或者是你的嘴會是 越化越乾 越容易脫皮唇紋 更加燃的 所以呢 當我自己選擇化妝品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挺留意 Quality的成份的 那現在呢 有很多新出的化妝品 那它也會是 加入了一些護膚成份在裡面 那就是在化妝的時間 同時間都可以護膚的 那關於這些這樣的 新式的化妝品呢 在下一個video裡面呢 我就會再跟大家 詳細去介紹一下